大家好 从这节课开始 我们正式的进入到 课程的项目实战环节之中 那在实战环节中呢 我将带大家开发 简书这个网站的部分功能 之所以选择 这个网站进行 React的学习 是因为它的CSS比较的简洁 所以写起来比较快 我们可以把更多的精力 投入到React的编码之上 同时呢 它的功能也比较的全面 比如说这里有小的动画 比如说它有权限的校验 只有你登录了之后 才能去写文章 同时呢 它有这样的列表页面 也有一些详情页面 有了这些页面呢 我们基本上就能做一个 比较完整的网站了 在做这个网站的过程之中呢 我们也可以比较全面的应用到 之前我们学习的React基础知识 好了 言归正传 我们开始项目的开发 首先我们要创建一个 React项目 那怎么创建 大家还记得吗 首先我们要去 安装 Create React App这个工具 大家呢可以到 React的官方网站上 我们搜索React 进入到它的官网 大家一定要看 是第二个网站 也就是它的英文网站 然后我们点击 Get Started 在右侧有一个 Installation 我们说可以看到 有一个叫做 Add React React to a new App 这里面呢我们往下翻 它要求我们先去安装 Create React App 之前呢我想大家已经跟我一起安装完成了 那么第二步 我们调用Create React App 去创建一个项目 就用这条命令 非常的简单 好 到我们的控制台里面 首先我进入到放大 进入到桌面啊 在桌面里面 我们运行 Create React App 创建一个项目 叫做 简输 这样的一个项目 点击回车 Create React App 这个交手加工具 会自动的帮助我们安装 React的环境 同时呢 帮助我们构建一个 React的项目 整个的安装过程呢 大概也就在 一到两分钟 如果你的网速比较快的话 那很多同学呢 安装到一半 就会说 安装不上了 出了各种各样的错误 实际上这样的错误 一般都是因为 网络的问题 有两种解决方案 一种呢 大家可以使用 CNPM 这个源进行安装 第二种方式呢 大家可以把手机 切换到这个移动的网络 然后开一个热点 电脑呢 连上热点之后 再去创建这个项目 就会比较快了 那第一种方式 CNPM 应该如何使用呢 大家可以搜索一下 这个关键词 在百度上呢 可以搜索到很多 关于CNPM 使用的介绍 但是一般来说 最近我来用 样进行安装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所以绝大多数的同学 直接执行 刚才我的这个命令 也就是 Create React APP 减书 直接呢 你的项目 就应该生成好了 当你的项目 生成好之后呢 它会提示你 怎么去开始呢 首先你要运行CD 这个命令 跳转到 减书这个目录下 然后运行 样start这个命令 它会帮你启动 这个项目 如果大家跟我一样 都显示出了 这个页面 就说明你的 React项目 初始化完毕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去对代码 做一些修改 我们看桌面上 现在已经有了一个 简书这样的文件夹 我们打开这个文件夹 在这里面 我们打开SRC目录 是不是很熟悉啊 我们跟以前一样 把这些没用的东西呢 都删一删 首先APP.css 我们把它删除掉 继续 APP.gs呢 我们先留着它 但是APP.gs 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它引入了一个logo 我不要它 还引入了一个 APP.css 我也不要它 return这块的内容 我只显示一个 Hello World 保存 再看 APP.test.js 是一个自动化测试文件 现在我也把它删掉 index.css 我们暂且留着它 index.gs 里面 我们看啊 引入了index.css 引入了APP 都没问题 还引入了一个 register service worker 这样的一个模块 它是帮助我们做PWA 这样的这个离线软件的时候 使用的一个内容 我们先可以把它删除掉 OK 再看logo.svg 它也就没用了 register service worker 也可以先把它干掉 好 到这里 我们的项目就有三个文件了 index.js 是项目的入口 APP 是编组件 index.css 是一个css样式 我们打开我们的页面 刷新 这个时候 你可以看到 页面上显示了一个 hello world 就说明我们的代码 没有任何的问题 然后呢 我们要对代码 做一些修改 首先我们来看啊 index.js 是我们的入口文件 在这里呢 会有一个APP组件 然后呢 我去渲染APP组件 好 大家来看 我是在这个文件里面 去引入的index.css文件 我在index.css文件里呢 写一个样式 比如说 .del 的这样的一个class 让它的background 变成red 保存 我们看index.js里面 引入了index.css 好了 所以这个样式呢 就被引入了进来 然后我们打开app.js 给这个div 加一个classname 让它等于del 保存 我们回到页面上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 这个div的背景色 就变成了红色 那讲到这里 那讲到这里 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 大家来看 当你在一个js文件里面 去引入一个css 样式的时候 这个样式不仅在这个文件里有效 在其他的组件里面 依然有效 大家可以看到 在app这个组件里面 这个文件里 我并没有引入index.css 但是你可以看到 只要我这里的div 加了classname等于del 和这个index.css里面的class 相对应 那么即使你在app.js里面 没有引入这个index.css 依然可以有这个红色的背景色 也就是什么意思呢 css文件 一旦在一个文件里 被引入了之后呢 它是全局都生效的 也就是说 其他的组件里面 对应的css类啊 样式啊都会生效 如果我们这么去写css呢 其实会有一些问题 有什么问题 大家想一下 比如说我页面的内容很多 一个组件里面 我写了一堆css 另一个组件里面 我又写了一堆css 它们都是放在css文件里 被引入进来的 那就可能造成 两个组件里面的css 相互冲突 这样就不太好了 我们希望在写项目的时候呢 每一个组件的样式是独立的 不要去做任何的偶合 不要去互相的影响 所以呢 我不建议大家在项目中呢 直接引入css这种形式啊 去对你的样式做引入 那怎么做呢 一般我建议大家使用一个第三方的模块 叫做style components 对我们的样式进行管理 那么我们先进行模块的安装 回到控制台 我们暂停一下服务 清一下屏 然后运行 然后运行 yarn add style components 点击回车 这个时候它会进行第三方模块的安装 好 我们的style components 已经安装成功了 我们重启一下我们的服务器 yarn start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 现在代码可以正确的跑起来 稍等一下 没问题 然后我们回到代码里 对代码进行一些修改 这个时候啊 我要引入样式 就不再引入一个index.css了 我呢把index.css 换一个名字啊 叫style.js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样式我放在一个js文件 而不是一个css文件里了 那么在index.js里面 你引入样式怎么引入呢 你要引入style.js 好 这是使用style的component的第一步 我们首先呢 要去把这个css文件 改成gs的一个文件 接着我们来看啊 style.js里面 它放的这个body啊 其实是全局的样式 这个body是要作用于每一个组件的 它不是某一个组件 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样式 所以呢 如果在style.js的components里面 你想写这种圈局的样式 该怎么写呢 很简单 这么写就行了 现在这种写法是不行的 我们要这样去写 import inject global 好 我把它调成js的语法 from style.js的components ok 然后我们调用inject global 这个方法啊 后面你要跟一个这样的符号 表示一个段落的字幕串 我们在这里把body写进来 保存一下 然后回到页面 我们刷新 hello world 可以显示出来 为了测试呢 我可以给body加一个 background 个ring 保存一下 刷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啊 背景色已经变绿了 那从现在这个样子来看呢 好像style的components 并不是特别的好用啊 和之前我们不用它 效果是一样的 你用inject global 它也是在生成这种全局的样式啊 好 是的 目前我们来看呢 我们用它只是注入一些全局的样式 但是随着课程的深入呢 我们给每一个组件写样式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使用style.js components 它的明显的优势 它可以让组件自己的样式 只对自己成效 而不是全局成效 那么相关的内容呢 随着课程的深入 大家会了解到 现在你要把你的代码写成跟我一样啊 通过style的components 这样的形式 去写你的css样式 好 那么在写项目的时候呢 我们说 在做一个项目的时候啊 简术这个网站是一个pc的项目 pc的项目呢 我们就要让它的默认样式 在所有的浏览器上 做到一个统一 那怎么做到统一呢 我们需要使用一个名字叫做 reset.css的文件 大家进入到百度 然后搜索reset.css 你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个网址 我们点开第一个网址 好 速度比较慢啊 我们往下去翻这个网址的内容 大家可以看 这就是reset.css它的内容 我把它的内容复制一下 上面的注释你可以不要啊 上面这段注释我们可以不用 我们把下面它的这段代码复制出来 粘贴到哪里去呢 粘贴到inject global这里 在这儿我们粘贴 然后对代码进行一个格式化 好 最后呢 你加一个分号就好 保存 回到我们的网页上 我们刷新 没有任何的问题 这样的话 我们的reset.css就使用完成了 使用reset.css 它的好处是什么 这里我简单的提嘴 不同浏览器的内核里面 对HMLbody这样的标签 默认样式的设置是不同的 有可能在某一个浏览器上 body的margin 兼具值是10 而在另外一个浏览器上 这个兼具值可能就是8 为了让我们这个代码 在所有浏览器上表现形式都是一致的 我们要先把这些浏览器上默认 对这些标签的实现进行一些统一 reset.css 干的就是这个活儿 当你引入了reset.css之后呢 基本上你的这个标签 在任何浏览器上 它的默认的margin padding值 都会变得一模一样 也就不会因为这样的默认值 导致你的代码在不同浏览器上运行的效果不一样了 所以一般我们开发项目的时候 都要先去引用这个reset.css文件 好了 引入完成之后呢 大家确认一下 你的代码是否可以正常的运行 如果你的hello world已经出现了 同时你的控制台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么就说明你的reset.css已经正确的被使用了 好了 这节课就给大家讲解这么多 大家加油 再见 再见 谢谢观看